跟立法院要長期攻佔的那種做法一樣 那麼搬了很多的桌椅 來作為跟警方之間的一個屏障 好 我們交給記者范馨瑜 來 我們報道 好 在行政院的現場 民眾衝進僵硬化的辦公大樓之後 跟警方爆發了嚴重的衝突 我們看看現場的畫面 那現在我住了好不好 公安寄來 你們就要失業了 公安寄來 你們就要失業了 你們就要失業了 讓一條動物 讓一條動物 擋住 擋住 好 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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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直 擋直的進 來 轉一圈過去 不覺得這個會壞掉吧 不管它 壞掉就壞掉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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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應該可以 等一下可以擋 等一下可以擋 可以擋 好 結束 好 結束 再來 謝謝 結束 擋住 另外一邊 裡面有沒有東西也丟出來 但是我們做一下好不好 你們先來一下 就是警察 警察不動 我們就不動 我們就不動 所以你要擋 有 你擋得好 我這一個 沒有用 對啊 還是很怕 不燒的 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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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要目標 是保護自己 不是衝動作 我們可以看到 在行政院內部 其實包括民眾 跟警方發生對峙 尤其民眾是直接拆下窗簾 甚至於是行政院裡面的一些木頭桌椅 是直接堆疊起來 隔離他們跟警方之間的一個距離 跟雙方發生一個對峙一個狀況 因此內部的情況是非常非常的火爆 非常非常的危急 而除了行政院內部的狀況之外 外頭其實行政院整個廣場這個地方 陸陸續續還是有民眾不斷的往現場來 靠攏不斷的往現場來集結 整個現場根據剛剛的一個現場的一個指揮的人 人員來講他們說整個現場聚集的民眾已經將近到四萬人 擠到這個地方 尤其是不管是從行政院內部的廣場 一直到行政院外部的一個整個中校東路這個地方 幾乎都是擠到水洩不通了 他們呼籲警察不要對這些人民動出 即便將一塊已經下達命令晚間要清除 他們呼籲說警察不要對人民動出 也希望說所有民眾集結到這個地方 要展現整個民眾的力量 要求買政府聽聽人民的心聲 主播 好 謝謝葉瑞的報導 那麼這是在鎮江街的這一頭所看到的一個畫面 那麼另外在行政院內部 因為有不少人已經是攻進去了 那麼到底內部的狀況如何呢 來 我們現在跟記者伴昕瑜連線 那麼昕瑜你現在在行政院的哪一個位置 想想把政府今天的所作所為 就是讓大家 好 你 你看到什麼樣的情況 今天晚上 整個夜是屬於民眾 有一個關係和警方 是在這個走人上面對聚 那麼在雙方各式下學去 聚麻吉家具之後 現在學生們 其實大部分都已經側進了一個這個 行政院人士行政總署的辦公室裡面 所以氣氛沒有像剛剛那麼緊繃 但是大家還是很緊張 因為他們其實學生是把電視打開之後 他們得知說這個行政院人家庭化 他的態度是把他們這一次的行為 定調為暴力的行動 同時表示說一定會依法辦理 所以他們現在等於是全程緊緊的電視 就等說等一下會不會有分心的行動 所以其實這邊 大家現在這邊都還蠻緊張的 警方怎麼面對他們呢 警方現在還是就是學生不動 然後他們也不動的狀況 那但是就是剛剛稍早的時候 的確是有拉出這個有鐵片的這個 蛇龍 蛇龍的部分 因此所以其實剛剛稍早 其實警方和學生 彼此有發現一些口角 那還好很快就可以冷靜下來 但是現在大家都還是緊繃在這個地方 所以現在學生是盤踞在行政院的辦公室裡頭就對了 對他們現在是從這個走廊上 測到這個人事行政總處的一個辦公室裡面 嗯哼 那然後警方也是安安靜靜的看著他們就對了 警方現在等於說是慢慢的不人力 把這個走廊的部分盡量都讓那個警方人力去佔滿 把學生困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那可能也是一個策略的行使 那他們現在目前是屬於沒有在動作的狀況 那你現在看到的人力上的一個比例上來看 學生跟警方大概是多少 其實他和警方大概還是處於1比1的狀況 還是1比1的狀況 因為最主要是因為其實現在學生外面的人是進不來的 所以學生他的人力是固定下來的 那警方他可以不斷的調動 所以基本上警力不會少於學生的人數 那剛剛帶頭進去的那一位老師 你有看到他本人在頂這個現場嗎 還是不在 目前他人沒有在現場 好 所以你現在看到都是學生 所以目前看到都是學生 你知道他們是屬於大概組成的分子是哪些 或者是說是哪一個社運團體 或是哪些學校 那他們在得知說 也被就是視為就是一個暴力的行徑 那麼接下來會面臨到了恐怕是一個強力攻堅的局面 他們現在的感受如何 有 剛剛有稍微跟學生詢問一下 他們表示說他們即使從立法院那邊聽到這邊行政院有機動 所以趕過來的 但是不可否認 這其實有新加入的學生團體 那麼剛剛就是有位學生在現場 宣傳不符號的宣言 那他自稱他是沙漠玫瑰 顯然是跟立法院那一派的學生 另外一個新加入的團體 來攻佔這個行政院 那麼其實在剛剛的時候 他們得知說自己被定調為暴力 他們其實第一時間是覺得相當生氣的 因為他們認為說他們之所以會做這樣的行動 是因為馬英九政府他們不聽人民的心聲 這才是真正的暴力 所以其實警方一度出現這個寒話的方式 希望他們可以撤離 他們還是堅持在行政院內部不肯理財 對 但是因為如果他們在立法院 也許就是說警方比較不敢動 畢竟他們可以說這是人民的議場 以及就是在立法的過程出現了所謂的粗暴的行為 可是現在轉攻到行政院 那麼恐怕在很多法理上的解釋 比較沒有辦法解釋得過 他們可以了解這一點嗎 他們其實是了解 但是就個人觀察其實在公路 現場學生公路行政院的時候 他們其實情緒是有點激動 那他們一概地是認為說 其他政府先沒有法制 所以他們覺得政府沒有立場 來跟他們談法條的部分 那他們也相信說 即便說他們被定調為是暴力非法的 即便是政府是這樣的說明 但他們還是認為說 會有不斷的社會資源來支持他們 所以他們其實到現在 並沒有對政府那樣的定調 有一個正面的回應出來 好 那請欣宇持續在現場 也幫我們問一問那些學生 特別如果大家手機都還通 我相信有一些父母親也會蠻擔心的 那麼到底他們現在的一個 在情緒上的一個發展是如何 那麼恐怕要怎麼樣來面對 那麼這些警方即將採取的行動 我們稍待會請欣宇再繼續為我們來報導 那我們先來看 就是行政院的說法 又說會在12點15分來召開記者會 好 無論如何 行政院可能現在還在領出一個非常多的